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亞歐訪問行程 在五號結束 最後一戰是到訪英國 和英國首相強生會談 除了談到沃晴市簽署歷史性 軍事防衛協議之外 還觸及臺海安全問題 不只是維持日本的安保基礎 也是國際社會維穩的重要問題 英國皇家空軍的軍機跟戰鬥機 飛越英國唐寧街上空 向遠道來訪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致意 先後訪問亞歐各國的岸田 最後一戰來到英國 會見英國首相強生 雙方除了一致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同意持續人道支援烏克蘭外 也簽訂了一份歷史性的軍事防衛協議 相互轉入協定 成了歐洲第一個跟日本簽訂此協議的國家 這份協議能讓英國跟日本的武裝部隊一起執行訓練演習跟救災 加上去年十二月簽署的合作備忘錄能夠共同為英國研發新型戰機引擎 無線電偵測反監控等相關先進防衛科技 會談中安田跟強生針對增加對俄羅斯施壓 跟協助盟國減少對俄羅斯石油跟天然氣的依賴度交換一件 同時也延伸到台海問題 表示物為戰爭不只是歐洲的問題 也包括印太地區的國際秩序 不能夠容忍單方面以武力改變現況的行為 安田表示目前日本決定將能追加制裁俄羅斯 包括擴大凍結一百四十人跟俄羅斯的銀行資產 增加七十個團體列入禁止出口名單 也禁止將量子電腦等科技尖端物品出口 未來也將跟G7國家同步實施制裁措施 跟有共同普世價值的國家一起回應俄羅斯的入侵行為 共產生關切中便宜